大家好,我是13N 好啦 沒錯 我從脫掉廠 救了一台新南版跑車回來 當然,你早就知道是什麼車了 但我知道其實 應該很多人還沒看過了 等一下,你可能會問我 既然之前上一支影片都PO了 為什麼還要蓋黑布呢? 拉黑布的感覺很爽 這這麼簡單而已 那你應該早就知道了 就這台 Triumph Daytona 765 Model 2 Edition 好,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之前很多人不知道 我675啊賣掉的時候 其實那一開始是有想說要換成 是換成Model 2 但是後來因為Model 2 那個 哇,那現代版的車價新車 很貴 就像一開始接單的時候呢 還有人喊更高的價錢 就沒有想那麼多 就想說算了 不要想這台車 那你也知道 過了只是大概好幾個月之後呢 我找到了我的RC51 我的夢想的經典 老車 老公升級的跑車 那當然東間陸陸續續呢 有時候也會看一下Daytona 我剛好就是在查這台車的時候 直接打了一個Triumph Model 2 那我的Model 2呢 我故意是分開打 我沒有把它連在一起打 有時候找車嘛 我想說很多人可能PO這些東西 名字可能不會打正確 結果果然 突然看到一台Model 2 這台Model 2 貼在網路上 好像已經貼一陣子了 那它的價錢呢 自己它就是有降價 然後在賣這台車 然後我就看它那個照片 看起來好像 可能是一個車店的車 或是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機構這樣 然後 他說這台車是Link Sale Link Sale中心呢 在國外這邊就是 它本身可能產權後來有轉移 經過法院認證之後 轉移到另外一個人啊 或是它的公司名下 然後再做 之後再做個販售 一般人買車的時候呢 坦白說你不會去選這種車 因為你不知道說 會不會有其他後續的問題 因為你不懂嘛 那我自己呢 因為我之前也買過外周的車子 然後我相關的DMV法令 法規什麼的 我都有大概有研究一下 所以對於這類型的車子呢 我覺得好像其實 未必 不是一個不能嘗試的事情 OK,來到一個城市叫 Saint-Rafael 旁邊比較偏工業區 但應該在影棚了很多 脫掉廠的感覺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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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改造的 就變成了 對於是 你找到了 對於是 對於是 我回到我們就先出了 I do know it was purchased right down the street at Marine Speed Shop Right, that's what the tech said, right? Yeah, I went and confirmed it with the guy down there He was the one that told me he needed to clear the check engine light on I see Yeah, I can see he's been sitting With all the spider webs And the guy's been doing burnouts, I guess New tires Yeah And you said there's a check engine light 我第一次看到有蜘蛛網可以就是布滿整台車 然後整個只要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是蜘蛛網 奇怪,這很明顯就是被人丟在這邊丟很久了 那再來就是那時候看到旁邊有傷 我先給你看 有刮到 然後有些損傷 可是這些損傷位置又比較特別 好像不是在 就是low side滑過去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low side過675 然後之前看過其他整個low side 你大概都知道那些車子撞到的話 狀況是什麼樣的傷 那些比較常見的傷 就感覺好像不太一樣 不知道是可能碰到土或什麼的 然後其他這邊的話 有些地方又沒有傷痕 那所以我就問他這台車的來歷啦 OK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pre-filling cycle? No, no idea No, he got pulled over for riding without a motorcycle license and he never came to pick it up We're just trying stuff to do Yeah Probably had it for like I wanna say you're gonna have two years 沒錯,這台車前車主呢 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後超速的時候被警察攔 那你後來給你看他的輪胎狀況 你知道他應該是高速公路上飆了騎士 就是square的意思 那當然如果只是一般的超速攔下來的話 就是抽拔單 車子整個被警察扣車了 扣車的情況下CHP 就是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就是高速公路巡警 直接叫拖吊廠 過來把這台車拖走 那後續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這台車一旦被impound之後呢 基本上你是可以把它數回來的 但是因為每一次impound 每一天他都要算Storage的費用 費用是蠻可觀的 加上前車主應該有罰單要繳會 或是他真的要上法院 他就被丟棄在那邊 沒有輸回去 那最後過去之後呢 拖吊廠他不可能留一台車 然後一直放在那邊 因為他們可能整個處理的費用 已經遠遠超過這台車的價值了 所以他們就會申請可能法院認證 轉移他的產權 所以他產權轉移過來之後呢 法院認證之後 這台車就歸屬於拖吊廠的啦 那拖吊廠之後怎麼樣 他就是當然會轉賣出去嘛 因為他要recover他的cost 然後就BOOM 就貼出來 我就看到這台車 那他們當初本來講說 轉移給其他的拖吊廠 可是其他人不想收 因為他們對於摩托車這部分 他們其實不是很了解 他們也不想管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就直接把它貼出來賣 那因為他也不太清楚這台車是怎麼車子 就看來旁邊的這個Model 2 Triumph 就直接貼說他賣一台Model 2 Triumph 那也沒有寫Daytona 因為他不知道這台叫做Daytona 因為真的沒寫 到處都沒有寫說他這台Daytona 有啦 這裡啦 輪圈上面有寫Daytona 可是你一般看車的時候看標誌 可能就是看上面的貼紙上的標誌 對不對 所以他就直接貼出來這樣賣了 然後就這麼剛好 傻傻的我就過去看 哇一看 一些小商真的沒差 然後他說有什麼check engine light check engine light 坦白說 Triumph的車子如果是 因為電池放置太久 然後造成了check engine light 那都好處理 那坦白說這台車因為很新 它2020年過後才出的車子 所以你也不用做什麼太大的保養 你只要把它清理乾淨整理好 它就可以騎了 那時候我是這樣想的啦 就像你看到了啊 我帶回來之後 把它整理了 好啦這是我今天第一次 就是在家裡要檢查這台車子 那現在的話 等一下可能就簡單拆一下faring 然後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問題 這台車跑了4000多mine 目前看起來 並沒有structural 就是車體上車架上面的一些重大事故 然後比我之前那時候 那台675拿回來的時候 狀況其實是還要好的 那它左邊那邊 有刮到它的engine case 有沒有看到 但是其實沒有破損或是 就是那種敲到的痕跡 連這邊 這邊都沒有磨到 裡面 喔對阿裡面是蜘蛛在住在裡面 過得很開心 那都是蜘蛛網 狀況就是髒啦 非常髒 這其實還是 那個暫時牌 這紙牌而已嘛 其實是有真的車牌 所以它其實沒有掛真的車牌 那我自己猜 應該在高速控上面應該其實蠻兇的 因為 它的輪胎部分 邊邊 全新 全新完全沒有磨過 可是它的中間已經磨掉了 夜路走多了遇到鬼吧 最後就是被警察抓到 那車子就直接impound alright 首先先清乾淨吧 那清乾淨的話 呃 因為我想要換油什麼的 所以我應該不會先洗車 我就先把一些 什麼蜘蛛網都沒有的啊 灰啊 都先刷掉充掉之後然後換機油 現在拆開側邊 看一下 看起來 磨損這邊 髒 就 雞塗什麼的 這還蠻正常的 差不多 Header部分 裡面沒有什麼奇怪的損傷 OK 看起來是應該這裡直接換油了 啊 說到這邊 順便看一下 看起來 煞車還非常的多啊 油裡面 還不錯 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任何Flix 也都沒有看到 所以應該車體頂騎裡面 完全沒有其他的問題啦 沒什麼 一陣子 驚訝 順便 等定 辯 人 上 駅 駅 它是在背面的部位 那時候這台車也沒有後照鏡 所以很明顯告訴我前車主就是騎車沒有裝後照鏡 不是說不裝後照鏡的都是Squid 但是基本上Squid都不會想裝後照鏡 就是這個意思 美國講Squid就是猴子的意思 講到這邊 一部分你會覺得,這是撿到寶 一部分你會覺得前車主真的很衰很可憐 車子被扣了,現在又被轉賣出去 那我必須說啦,在美國這比較算是活該 那現在就變成是我有這個機緣 那我騎掉這台車啦 好啦,坦白說我也才剛整體好這台車 所以我也不知道 除了這些看到的外商之外 是不是車子本質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去試車 好啦,廢話不多說,騎看看吧 好,這邊順便工商一下 不是油箱包,因為油箱包已經全部售完了 接下來可能三月過後才會開放預購 那我要講的是這個 這一包 這包是什麼啊 化妝袋嗎 不是 這一包呢 就是新的破風者2.0 第二代破風者 那我必須說 這次你看到這個收納包 它其實就是外套的胸口內袋 所以這個設計 你之後不用另外再找外帶去收納它 你直接把它裝在胸口裡面 它就是外套 那因為它本身最新的還有彈性布料 所以拉出來啊 就有彈性的話的伸縮 其實就很方便 好啦,這就是我的破風者2.0 小心行行可以上官網看 那或是加筆啦 Anyway 放進去也可以 好 好 好,Model 2 好,那Triumph的車子呢 一定要壓離合 才會啟動 原廠呢,就是配Aero管 而且是Model 2 style的Aero管 咻咻聲 這很distinctive耶 好啦,那你也知道 現在MRR9要出了嘛 所以未來三缸車可能會比較 prominent 所以他們 順便跟你講一下 YAMAHA的三缸 引擎的設定啊 其實跟Triumph的三缸引擎 是不一樣的 雖然都是三缸 可是他們設定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聲音聽起來 其實會有些不同 比較distinctive一點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就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它是哪邊不一樣 好,先騎出去再說 好,先騎出去再說 剛剛整理好 出來騎一下 感覺一下,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其實 你看我影片裡 我把Surface Interval 因為要保養嘛 他會這樣保養的燈 把它解掉之外呢 其實前面 他還有很多其他的 Check Engine Light 那 Check Engine Light 說是 ABS Module 跟Traction Control有問題 那我這邊看 我後來也是 用TVCU 然後去裡面 把那些Aerror把它清掉 那我會這樣做 是因為 我的 suspicion 就是 我拿到這台車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 Check Engine Light的時候呢 那我那時候覺得 應該是因為 車子 放到太久 因為擱置了很久嘛 然後沒電 然後沒電 之後造成可能系統本身 它 要重設這樣子 那這種事情 其實在Triumph 是不是現在很多新的 有電控的車子 都還算蠻常發生的啦 只要是因為 有電子儀器的配備的車子 其實對於電壓 非常敏感 不像以前的老車這樣 可能沒有這麼多 系統需要跑電力 然後它的電壓部分 只要這邊有一點 不穩定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跳Warning出來 然後可能就會關閉 那那個呢 不能就是從系統裡面 就是Dash裡面 直接做清楚 又不是從重設 它一定要經過 可能像是Dealer 可能是車電 還有它的電腦去消 不然就是你自己有TBCU 像我用那個 我可以去檢查看 裡面有什麼Error Code 然後做消除這樣 那 消除之後呢 現在就是看說 是不是其實實際上 有這些問題 那怎麼知道呢 你一騎車其實就知道了 你要是這個 SENSOR 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你一騎車 它馬上就會跳出來 但是目前 看來是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的Traction Control 它以前是說懂的 就是正常 再來我的Quick Shifter 也是正常 那整台車這樣直線騎起來呢 也沒有歪歪扭扭 龍頭部分非常的穩定 那告訴我說 其實除了那些外傷之外 仔來車本身應該是沒有 受過其他大大的撞擊也損傷 所以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我就賺到了 撿到寶 真的撿到寶 那我還沒有測試它的其他的什麼模式 因為我現在就是純粹把它牽出來直 哇靠 欸我不去說這 原廠管的聲音 因為我想說大聲很多耶 所以我有嚇到 有可能 有可能不是純粹只是排氣管的聲音 我在想有可能是它的Airbox 因為這 上上車嘘嘘嘘的聲音 它的Airbox進氣 配合在一起 整體 哇 交響樂耶 目前好像它的 Mid Range Pro的感覺 好像比675再大一點 那 這也是廢話啊 因為這台765啊 哈哈 那我現在其實是要去Cycle Gear換東西 然後前面剛好是TRIVE 應該看得到 講說這次出來測試一下 如果車子直接有問題的話 直接就騎去TRIVE 然後就給原廠看要調整什麼 保養什麼 不過現在一路騎過來好像OK啦 原來買了一個新的Dainese的 結果 有夠重 超重 每次啟動車子沒跑的時候呢 會出現ABS 但是你只要走一下 它就會消失 跟之前車一樣啦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會緊張 至於說對於街道來講 我覺得這懸吊真的是有夠硬 畢竟是一台賽道機器 這個前車主基本上 已經把那個胎肉都磨掉了 準備要露出生命線了 所以這必須要趕快換輪胎 可惜啊 左右邊那邊用大就要換輪胎 但是因為 如果生命線都快出來的話 你去賽道跑 你有直天的地方 那馬上就被吃掉 那很危險啊 所以就算 如果它還有留一些的話 它還可以去跑賽道 可是現在這樣 太硬了啦 果然 我現在所有的車子裡面啊 就是這台車最順 不是說其他車不好騎 但這台車就是 特別的順 都出來測試騎這一趟之前 心裡其實蠻擔心的 說會不會有什麼 一些問題 是我不知道的 因為那時候 也沒有試騎這台車 然後就是 看過去全部 之後呢 有點像是一個賭注啦 想說OK 就試試看吧 那 worst case scenario 有些零件 必須要更換的話 自己就砸錢再換 但畢竟我覺得 現場版的車子 還是有它的價值在 雖然是一台很冷門的車啦 哈哈 我現在都還沒有過到貫轉囉 騎起來那個 沒有range的那個power 真的是 三缸車才有特性 真的爽 好啦 這個 輪胎被磨平了 每次在有點要彎的時候呢 感覺有點遲鈍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先 下一個可能就先換輪胎啦 前後輪 那換完之後呢 再 好好把它試騎看看 不然現在那個輪胎 其實你只是感覺到它 平的時候 然後變彎的那種感覺 尤其前輪 因為前輪它好像有吃胎吧 就是它前面好像有反胎一點 所以我在 右邊的時候 會有一種 冷胎有一個 變成兩段式的感覺 雖然這個感受很微小啦 但是你感覺到 尤其你自己騎過其他車子 新輪胎的感覺的話 真的一定會差很多 OK 機會教育 連結車它的彎道 需要非常大的空間 我剛剛看它轉進來的時候 馬上就煞車 因為我知道 它應該會吃到我這條線 果不其然 所以馬上停下來 所以馬上停下來 Holy shit 哇,那個 Mid Range OK 我最近在測試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有趣的點 它的儀表 它的Dash 我沒有在切換它好像會 就是reset 是不是 但是 其他有駛Street Triple 或Datona Datona Datona應該比較少 Street Triple 新款的 像從2018年開始的車款 可以跟我說一下 因為我後來上網查一下 我覺得 這台車的通病 應該就是它的Dash 聽說好像有些人常常 就是它的Dashboard壞掉 它儀表壞掉之後 要去換新的嘛 好像這部分是它的Weekest Link 因為我現在看 好像是我之前有把它調到不同的 因為它可以換不同樣式嘛 所以我現在看好像跳回來了 這點蠻奇怪的 要再注意一下 那 之前跟我朋友說 買這台車 他問我 我的接下來做法是什麼 是要再去賽道玩啊 變成賽道用車 還是怎麼樣 我是說 先把它當寶貝吧 但是當然啦 我一定會帶去賽道的啦 只是 可能要考慮一下 那個 車殼的問題 看是要換成賽車殼呢 還是就原廠先下去跑看看 試看看再說 Anyway 接下來就看怎麼樣造化啦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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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